刘阿姨 我 我能说什么呢 怪你 晚了 怨有恩 他又没有做错什么 根本只能怪我了 看人不准 一定要把你往他面前推 现在好了 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 蒙头女婿回来 你说说 我的内心 我内疚不内疚 我舒服不舒服 刘阿姨 真的 真的对不起 我不应该骗您 更不应该骗有恩 不应该骗 你也骗了 不该好的 你也好了 我知道 你当经理是假的 欢喜有恩是真的 但是小张 就算你脾气好 脾气好能当饭吃吗 生活是柴米油盐 实实在在地过日子 不好将就的呀 阿姨 我保证 我以后绝对不会让有恩 受半点委屈 我的宝贝女儿 光不受委屈就好了吗 妈 差不多得了啊 你现在不都知道了吗 她的职业是门童 她能保证自己 不受委屈就行了 不用她管我 不就是谈个恋爱嘛 谁规定的 门童不能谈恋爱 谁规定的 北京新规吗 阿姨 有 有恩她不是那个意思 我保证 我以后一定努力 我努力 别在这儿瞎保证 保证什么你保证 妈 我告诉你 我们俩做的都是服务行业 我在天上给人端茶倒水 她在地上给人停车开门 半天八两 这不挺好的吗 不是 你现在 这么瞧不上张光正 你是不是背地里 也瞧不起我呀 有恩 阿姨那是说我呢 你别把自己扯进来 阿姨那也是为了你好啊 是为了我好 闭嘴 我不谈恋爱 你怕我出问题 说我是变态 我现在谈了恋爱了 你不是闲这儿就是闲那儿 妈 当初说她人好的人 是不是你 现在觉得她有问题的 也是你 你怎么常有理啊你 阿姨又闻了 我的意思是讲 如果以后你们俩 真的生活在一起了 你们靠什么来过日子 我们俩这不是 活得好好的吗 怎么了 一谈恋爱就要饿死了 好好好 第一 我没有考虑得那么远 第二 我们两个人 都能养活了自己 有钱就多花 没钱就少花 哪有理讲得那么简单啊 像你这种 一天到晚就是大手大脚的 存款都放在包包上的人 一点储蓄意识都没有 你说 你能管好这个家吗 你管不好 那么好 你给我找一个 有本事的老公回来 根本我也放心了 现在就是这个 这怎么就成老公了嘛 这不刚谈恋爱呢嘛 我们俩八字还没一撇呢 能不能走到最后 还不一定呢 我都不着急 你急什么呀 小张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就是他对婚姻的态度 你说 我该不该着急 该着急 该着急 有本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哪儿不对啊我 你到底是哪边的眼泡 他呀 哪边的都不是 跳舞的时候就是个墙头草 好了 你不要坐在这里了 你好走了 我不要看见 走 走 走 阿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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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快点走 走 那阿姨 我先走了 走 你干吗去 她不吃 我也不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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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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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对不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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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阿姨再见